艺人绷加掐血的第一个中文音乐剧《穿儿》即将在高雄卫武营艺术节演出 他说他从小就非常喜欢看庙会 这次他改编歌仔戏 薛平贵与王宝川作品《穿儿》要讲一个 濒临解散的歌仔戏般一段穿越生死的爱情 可以说是歌仔戏版的第六感《生死恋》 而且他自己扮演戏班团长在舞台上现场演唱 对歌仔戏薛平贵与王宝川情有独钟的艺人《穿儿》 二十年前就写好了电影剧本《穿儿》 七年前被要演音乐剧团的导演向仲 要他割爱剧本改编成中文音乐剧 终于在今年要登上舞台 成为2015魏武营玩艺节的开幕作品 我希望观众看到我的文化心 其实我一直以来想为台湾做东西的这个心情 它是很深层的文化 我慢慢慢慢做出 现在终于有机会可以拿出来 我称他的叫做内心的浪漫 彭佳佳说原本只想单纯当个观众 在台下欣赏作品被改编搬演 却还是被凹上台演出 本来没有我的角色 但是心里面想要我演 后来他导演跟李泽宜老师 一起来找我 说自己的作品自己演 就演那个戏班班主的角色 从西方音乐剧架构中融合台湾歌仔系的文化底蕴 魏武云的戏剧旗舰制作《穿儿》描述一个快要解散的歌仔戏班中发生了一段穿越生死的爱情故事 歌仔戏班的这一个传统的记忆其实是渐渐的在没落了 那穿儿其实以形象上来看 他可以他当然是一个就是一个女朋友的形象 一个男主角女朋友的形象 可是其实在故事里面他更代表另外一个就是 他提醒了这个男生 他曾经对传统艺术文化的热爱 为穿儿良生打造音乐的作曲家李哲义 巧妙融合了东西音乐曲风 还在创作过程中速度携曲携到落泪 导演说穿儿的音乐听起来很舒服 但唱起来却要人命 考验着演员的演唱功力 我们是西方的音乐的结构 然后放了我们台湾传统音乐的一些色彩在里面 所以它听起来是一个非常接近我们自己习惯声响的一个方式 我觉得J老师很聪明地在他的结构里面运用了很多手法 让大家一定会横藏一段音乐出去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音乐剧 我觉得特别的东西 你让人家感动你会让人记得一个旋律 我希望大家能够横藏一段曲子回家 穿儿将在魏武营的荣源搭台演出 重现在庙会前看戏的场景 因为你帮船主会在享受 紧紧握住一遍的事 找到你写来就该有那热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